酸民生生说我24岁会黄袍加生 餐餐都有大鱼大鱼 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样 在我们夜内都感觉它是一个有争议的东西 就是这块 看到了吗 这块 黑其骂糊的这块 这块石头不是我的 它是我一个同行的好朋友的 花了不少钱 这块 我是觉得花了不少钱 你看我这个朋友 他也是我们同行 经常在原料一线 不可能不懂 他都舍得花大价钱去收的话 证明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另有乾坤的 我们今天验证一下 来咱们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从这个画面上来看 这就是一块黑石头 其貌不秧 这块从表面上来看 它是一个石包玉的感觉 也就是说它的皮壳给人感觉是很厚的 然后你手去摸的时候 也是摸到这种石包玉的石皮上面的质感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要不透光的话 很有可能就把它给忽略掉 但是灯光一透 你就会发现它的皮壳其实非常薄 所以说这个就是它有意思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担心一点什么 就是这类东西 它有可能里面的成分达不到和田玉的标准 有可能里面全是姜 因为姜也透光 如果这个里面全部都是那种没有浴化的姜 那这个石头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要测试一下 最重要的 首先是要确认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块和田玉 还是用我们的老方法 8.1称到背底23.6 我们打开计算器23.6除以2.1等于2.91 也就是说它确实是在和田玉范畴之内 既然确认了它是和田玉 那其他的都好说 如果说里面要出现非常细腻干净的肉质 那这块真的很厉害 因为它的这个外表面的油热度非常好 来我们拿这块石头给一个对比讲解 这块石头当然跟它性质不一样 但是因为手头没有这种同类别的 所以只能拿这块来讲 它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开出这种效果来 当然这块黄皮子的石头开出这种效果来 也没有就特别的惊喜 如果说这种开出来 那就是真的很惊喜了 就是因为它的外表面看起来像石头 而这块它是一个黄皮子和白皮子 性质不一样 一个是石皮 一个是沁皮 所以这个如果开出好肉来 它的惊喜会更大 对比反差会更巧 也就更稀有更珍贵 这块看起来特别不像贺天狱的贺天狱 我这个朋友愿意高价收它的原因 肯定也是因为看中了它的特色感 像这种类型的东西 我们平时也很少见 也觉得它非常有趣 平时就算是要见 它的透光性也不会这么强 它的皮壳也不会这么薄 这个东西也希望 我朋友能开出出彩的东西来 如果它下定决心要拿它做 我会后续跟拍 不过话说回来 它这块成本可真的是挺 高的呢 像这类型的和天狱 平时在外面卖的话 它的价格一定不会低 因为它的特色感是一个加分项 这个加分项也是加钱项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可以关注我 我是石头老鸡 再见 大家不用担心 我这里有良药